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沁 今天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绘本故事 来自巴沙课后一小时美玉公益项目 孩子们喜欢阅读童书的书单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孩子们喜欢的绘本故事 美玉未来,爱在一起 蜡笔小黑 有一盒没有用过的蜡笔 太没意思了,真让人心烦 有一天,黄蜡笔跳了出来 一直闲呆着,我都烦透了 说着,他从桌子上腾腾地跑走了 他发现了一张图画纸 哇,真大,真白呀 黄蜡笔不由得 咕噜咕噜在纸上画起了飞舞的蝴蝶 这纸画起来多舒服啊,感觉太好了 黄蜡笔高兴极了 对了,有了蝴蝶就得有花 于是黄蜡笔 叫来了红蜡笔和粉蜡笔 看到了大大的图画纸 红蜡笔和粉蜡笔高兴极了 咕噜咕噜,红蜡笔画了郁金香 滋溜滋溜,粉蜡笔画了波斯菊 对了,有了花就得有叶子 于是粉蜡笔 叫来了绿蜡笔和浅绿蜡笔 看到了大大图画纸 绿蜡笔和浅绿蜡笔也高兴极了 叭叭叭叭 浅绿蜡笔为波斯菊画上了叶子 滋啦滋啦,绿蜡笔为郁金香画上了叶子 对了,花要种在大地上 顺便把树也种上吧 于是浅蜡笔 叫来了茶色蜡笔和土黄蜡笔 看到了大大的图画纸 茶色蜡笔和土黄蜡笔也高兴极了 沙沙沙,茶色蜡笔画出了地面 嘎吱嘎吱,土黄蜡笔画出了树 对了,不能没有蓝天呢 还要有漂浮的云朵 茶色蜡笔叫来了蓝蜡笔和浅蓝蜡笔 看到了大大的图画纸 蜡笔和浅蜡笔高兴极了 咯吱咯吱蜡笔画出了蓝天 浅蜡笔勾画出了轻柔的云朵 我们的画画好了 蜡笔们对自己的第一张画非常满意 这时,黑蜡笔走了过来 他问道,喂,我呢?我在哪里画好呢? 大家说,小黑,现在用不到你 这么好看的画,弄黑的可不行 大家都不让黑蜡笔一起来画画 再画一些吧,再多画一些 大家又开始高兴地画了起来 为什么我是这种颜色呢? 黑蜡笔孤零零地坐在那里 这时,鲜笔哥哥过来安慰他 打起精神来,小黑 突然,蜡笔们吵了起来 别在我画好的上面画 你也别在我画好的上面画 因为大家只顾一个劲的画 纸上变得乱七八糟 这时,鲜笔哥哥悄悄地 对黑蜡笔说了些什么 黑蜡笔听了很吃惊 黑蜡笔突然在大家画的画上 吱吱吱地用力涂抹起来 涂啊,涂啊,蜡笔尖都涂平了 大家的画被涂得漆黑一片 大家生气地说 小黑,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们的画全都让你弄黑了 这时,鲜笔哥哥微笑着说 嘿,你们都来看我的 他在画上痴痴痴地滑动着笔尖 黑银色随着笔尖的移动被刮了下去 转眼之间,夜空中生起了好几朵大大的烟花 我们的画变成了烟花 铅笔哥哥,谢谢你 现在,蜡笔们开心极了 别谢我,要谢就谢谢小黑吧 有了小黑,才有了烟花 蜡笔们围在小黑的旁边 纷纷说 小黑,刚才真是对不起 你的黑颜色可真了不起啊 有了小黑,小黑的衣服 还真是对不起 还真是对不起 感谢观看